变形金刚反派实力排行 第三名 昆塔莎 昆塔莎是自称变形金刚造物主的生命天尊 就连领袖秦天柱也是他的杰作之一 而且他的设定和元祖金刚赛天骄非常相似 因此极有可能对应的是动画里的五面观 但在变词里我们会发现 开头出现的造物主一只手掌 与全身金属化的昆塔莎截然不同 配上守护骑士们说昆塔莎是个谎化精 再加上影片中并没有详细介绍昆塔莎的原来 因此这极有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服务 但是领袖秦天柱也不是他一招之一 就连组合金刚地狱火都是他的小弟 而且他非常擅长捕惑人心 一个大逼都就能将秦天柱打到飞化 甚至就连霸天狐领袖威震天都为骑安前马后 影片中黑化后的秦天柱奉命前往地球抢夺权杖 在与五五开大战数百回合后 终于被他的声音所唤响 但权杖也被威震天趁机抢卷 并移交给造物主昆塔莎 造物主一直都在宇宙中到处收割有机生命的组织 他利用分子武器改造其他生命作为原材杖 以此来给自己的星球提供能源 抢夺地球权杖也是为了榨干宇宙大地的 而为了保护地球 秦天柱最终选择脱袭昆塔莎 可一个照面就被其所控制 千钧一发致己 大黄蜂一个探头就出现在昆塔莎身后 一炮将他狠狠地轰散 而影片最后昆塔莎更是化为人形来到沙漠之下 不知道他又在酝酿怎样的音乐